简单介绍完什么叫元素之后 接着我们要谈的是元素的符号跟元素的秘密 我们为了要研究方便起见 每一种元素我们就给它一个缩写的符号 我们叫做元素符号 就是一些英文那个东西啊 元素符号呢原则上用一个字母 拉丁文或英文的一个字母来表示 用印刷体大写 比如说痒、硫、硫、硫 但是英文字母只有几个?26元素有几个? 自然率只有88个、98个对不对? 22个写定不够用嘛 所以要多加一个 有两个元素又第一个字母一样 在后面加一个小写的 印刷体小写的来区别一下 比如说痒、H1、拱、HG 有的是E、有的是G OK 分开 比如说钙是CA、红是CU 多一个小写的印刷体的英文字母来表示 所以就最多这两个字母就对了 OK? 好 这叫做元素不汉 这有一坨就是背周旗表 周旗表背完了上面就都知道 就是背周旗表 你周旗表背好了谁背谁你就知道 我就不用多讲 这叫背周旗表的意思 背周旗表 OK? 上面出现都是国中有交的 上面出现都是国中有交的 国中会出现的 OK? 好 中文呢? 中文有一些中文的元素 原则上就只有一个字 就只有一个字 以前就有名字的 就用以前的名字 金银铜铁啊 古时候就有了 就用古时候的名字 金银铜铁 古时候没有的呢? 就想办法造字 造字呢?中文就有布首 对不对? 有布首 不同的布首 金银就金字银 金银就金字银 非金属如果是长温长压下是固态的 就放石头银 所以骨金字银金属元素 头 石头银非金属元素 常温长压下是固态 液体呢?有三点水 水字塔 我们就两个嘛 一个什么?拱啊 一个呢?锈啊 所以拱下面是个水啊 锈上面有三点水啊 OK? 锈 气子体呢?就气字头 气字头 好 氦啊 氯啊 叫布首 好 来有了布首 有了布首 还有塞一个东西 对不对? 还要塞一个嘛 塞一个 那中文最多是什么字啊? 形声字嘛 或者什么会议、形声、转述、假字 对不对?想办法 来 用一些性子 轻 最轻 所以轻的旁边那个塞下去 表示我好轻 都很轻 最轻 最轻 形声字 绿是黄、绿色 所以绿呢就旁边塞过来 绿 黄、绿色 但大部分的字是用它的外文的名字 外文 拉丁文或者外文的名字 然后跟着声比较像 比如说那 这个念起来、听起来感觉很像那 我们就把它摆跟那 摆跟那 创造就出来 所以中文的名字要做出来 OK 就是中文的名字的来源 重点 布首 石头帮 顾碳 气子头 气 OK 金属 金字边 考试有出过一种题目 我发现一种东西 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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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问你该怎么命名 就写了几个字到你写了 你看起来是金属的教教什么 金字旁的 看起来是布局的教教 被金属的教教 什么旁的 考试有当考过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布首要了解 其他的都是背完周旗表 你就知道了 中文是什么 元素符号是什么 你就会了 所以就是背周旗表 背周旗表 那刚才讲过 布首的意义要了解 OK